Hello大家好,我是小颖,欢迎收看本期超级电影控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因为恶作剧而闹出人命的恐怖短片 今天是美国的传统节日万圣节 电视上正在报道这一盛大节日 顺便报道了有一个罪犯也越狱了,请大家保持警惕 房间里的Amy正在和好友安娜视频通话 由于电视的声音太吵,安娜就要求Amy关掉电视 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聊得十分开心 可是Amy的注意力始终在电视上,不时的回头看着电视 安娜显然有点不高兴了 这时Amy通过视频看到安娜身后有个人影在晃动 Amy知道安娜是一个人居住 出于好意,Amy提醒了安娜 可是当安娜回头望去,黑影却突然消失了 安娜不以为意,毕竟今天是万圣节 就是故意吓唬对方闹着玩的 但是Amy却一脸严肃,因为她又看到人影在走动 安娜脸上的笑容也瞬间消失了 她看向身后窗帘一动一动的 似乎真的有人进来了 Amy通过电脑视频亲眼看到安娜被一个黑影流走 Amy吓得赶紧拿起电话报了警 可由于一时紧张竟然说不上来好友的家庭住址 就在她慌乱翻开手机的时候 视频里更是传来一阵阵的惨叫声 她再次拨通了报警电话,说出了好友的地址 但是视频里好友已经被人杀死在了浴缸 正在Amy惊恐不已的时候 杀手拿出了安娜的手机 手机上显示着Amy的住址 这可把Amy吓坏了 难道杀手要过来寻找自己 她赶紧跑到厨房找了最大的一把菜刀 一抬头竟然看到窗帘动了一下 她赶紧向窗户跑去 可是在奔跑时脚下一滑摔倒在地 好巧不巧菜刀一下子戳进了自己的身体里 Amy倒在地上不能动弹喘着粗气 只听视频里传来了安娜的笑声 原来这一切都是安娜和男友的恶作剧 他们不知道的是这样的恶作剧反而害死了Amy Amy看着桌子上的电话 却连爬过去的力气也没有 不知最后Amy是否能获救 故事结束 对方的恶作剧却酿下如此大祸 不知他们知道后会做何感想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 喜欢的不要忘记关注转发 爱你哦么么哒 感谢观看